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流通道的部分 包含毛细管 定高容器两个 供水容器 橡皮管若干 烧杯两个 以及测量工具 包含两桶 水位高度计 与温度计 定高容器中设计了一个出水孔 保持容器内的水位不超过一个特定高度 架设器材 架设水流通道 从最高的供水容器开始 接着依序是定高容器较高者 再来是毛细管 再接着是定高容器较低者 这些容器之间以橡皮管连接 特别注意 毛细管是水流通道中最细的部分 因此 水的流速是被毛细管所限制 接下来 在两个定高容器下方都放置烧杯 用来承接低漏的水 设定实验条件 调整定高容器的高度 设定适当的高度差 设定完毕 即可装水 先关闭供水容器的点滴开关 以干净的自来水装满供水容器 将供水容器放回最高位 再开启点滴开关 自来水会逐渐流入两个定高容器 毛细管以及水位高度计 如无状况 两定高容器滴漏的出水速率 最终会达到稳定状态 注意 这个稳定的滴漏是本实验的必要条件 实验测量 读取水位高度计 记录定高容器的水位高度 以温度计测量两定高容器中的水温 拿出计时器 准备计时 在计时开始的瞬间 同时以空的两桶 接替定高容器较低着下方的烧杯 承接其出水量 到达设定时间 准时拿开两桶 放回烧杯 记录两桶内水的容积 以及对应的时间 接着将两桶倒干 可轻轻轻甩动来辅助 之后 设定不同的高度差 重复上面步骤 再进行测量 回复原状 测量完毕 关闭供水容器的点滴开关 并将供水容器 烧杯内的水倒干 完成实验 完成实验 开关心 继续 继续 完成实验 加密 继续 继续 到达设定